郊西乡公所为推动温泉圣地 接轨国际的施政主轴 特别在109年9月19以及20日两天 在龙潭湖风景区 举办草地音乐会 及热气球嘉年华等系列活动 第一天下午 龙潭湖的绿色草坪上 搭设了草地音乐会的舞台 歌手和表演团体在台上为民众演出 大家在湖畔边欣赏有声有色的展演 江西龙潭湖热气球赞 傍晚时分下起了雨来自台东的热气球团队 为了不让大家失望 在见些雨室的空档 找机会让气球升空 结果我 你像我也一样吗 重复思考着到底 是否也有极可虚 到底 它只是场梦境 过去 心来已不在意 第一天来到现场酒后的民众总算如愿以偿 下的一场夜 倾斜的又快又紧 一出给你一徒新生 得到一个回忆你等我 谢谢你开花了 为了不让大家失望 第二天清晨 并和公益路跑活动上 江西乡长张永德宣布 加码让热气球一大早就升空亮相 借此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位游客 我们公主今天早上又加满了三个热气球 空飘这个气球 来给所有的我们跑者 大家一起来观看 非常感谢大家的餐禮 我要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 够圆满顺利成功 三颗热气球在龙潭湖畔 伴随着天色日光为出 缤纷亮丽的色彩 点缀着秋天的湖面山景 别有一番风情 优优独播剧场上 在滨汉公益路跑六千多人响应下 参赛选手都绕了一圈龙潭湖环湖步道 郊西乡公所特别加码下 路跑民众都能够看到三颗热气球 飘在空中一路相伴的情景 热气球嘉年华与草地音乐会等活动 吸引了大批民众西半同游 大大提升了郊西龙潭湖的能见度 也为当地带来可观的产业效益 优优独播剧场上